大家好 今天是1月19日 星期二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安省医院表示 若超负荷 将放弃存活12个月内患者 据加美报道 安省政府在本月初发送给各地医院的一份文件中说明 一旦安省的医院超负荷 需要开始按比例分配挽救生命的治疗 存活时间超过12个月的患者应优先接受重症监护 部分重症患者将被放弃 安省的分诊规程指南中指出 应根据患者的短期死亡风险对患者进行评估 在一级分流方案中 12个月的存活率大于20%的患者应优先考虑 在二级分流方案中 机会大于50%的患者应优先考虑 在三级分流方案中 12个月以上存活率超过70%的人应优先接受重症监护 患有心脏骤停的患者将被剥夺重症监护的优先权 因为这部分患者的预计死亡率超过30% 此外 在医院外出现心脏骤停的患者可能不会被转移到医院 文件中写道 在重症监护资源需求激增的背景下 实际需求超过了可用资源 有些人可能无法获得重症监护 导致一些原本可以存活的人死亡 对此 安省残障人士联盟在周一发表声明 称这份文件将患者设定12个月的存活基准 有可能进一步的歧视残疾人 安省在发送给医院的文件中也强调 在考虑优先护理的决定时 必须考虑安大略省人权法 多伦多公寓空置率高达5.7% 打破50年最高纪录 据2020年第四季度的公寓出租市场调查报告显示 多伦多市的租赁公寓平均空置率急剧上升 空置率高达5.7% 而上一年同期仅为1.1% 多伦多当前的租赁公寓空置率打破了5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随着空置率的上升 多伦多的公寓租金迅速下降 2020年第四季度 公寓的平均租金为2337加币 同比下降了10% 公寓租金下跌最严重的地区是市中心 同比下跌17.2% 平均租金降至2104加币 有三分之二的出租交易发生在下半年 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急剧下跌的租金吸引到了一些租房者 此外 数据显示 多伦多的租房供应速度仍然在增加 预计在2021年 多伦多会有15个租赁项目完工 届时将会有4977个新单位上市 加园被低估 加拿大会成为首批加息国家吗 据金融邮报报道 法国巴黎银行的外汇投资主管蒙奇尔表示 他认为加园价值被低估 因为随着全球经济逐渐从疫情的影响下恢复 石油价格预期增高 但加园汇率尚未完全匹配该预期 蒙奇尔称 因经济增势良好 将会迫使加拿大央行更早地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 他也做出预测 称加拿大央行将会成为全球首批加息的主要央行之一 但可以肯定的是 加息并不会立即发生 1月20日 加拿大央行行长将进行最新一轮的货币政策审议 届时将不会有任何加息的表示 因为现阶段 加央行最关心的重点 一是担心冬季是否会阻碍经济复苏 二是何时放缓数十亿加元的债券购买计划 因为一旦该计划实施时间过长 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泡沫 1月14日 加央行前任行长波洛兹表示 他预计第二波疫情的封锁可能会再次冲击经济 引发第二次经济收缩 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加拿大央行曾承诺 在2023年之前将会把基准利率一直维持在低水平 因为那时疫苗的研发状况尚不明确 加央行预计疫情将起伏不定 因此需要准备足够的刺激措施 而现在来看 疫苗的上市时间提前 2021年前进有所改善 经济学家也预测 加拿大GDP将在2021年二三季度 以超过7%的速度反弹 如果蒙奇尔的预测是对的 那么到了2023年时 加拿大央行将面对通胀带来的压力 基于此假设 法国巴黎银行给客户的建议是 希望提前做好准备 加拿大央行可能在未来两年内将基准利率提高0.5% 在加拿大货币政策委员会中 有三分之一的成员认为 年底前通货膨胀会加剧 这些成员希望加央行能在今年至少加息25个基点 目前加央行的三项核心物价指标均接近2% 根据从前的经验来看 这意味着经济运行过热 很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 加央行正在相应地调整其货币政策 加央行计划在年底前完成政策审查 讨论内容包括增加就业目标和平均通胀目标 这将使经济有更大的灵活性来容忍物价上涨 美联储正式采取了这种方法来抑制加息 如果加拿大效仿美联储改变其货币政策机制 那么加央行可能也不会面临加息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